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语法部分的内容 那么我们第一个语法的话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语法结构呢 这个假名大家还记得吧 读什么 对 然后这个是读作 是吧 好 那其实呢 它在我们的这个语法当中呢 结构名词一 然后后面呢 它要读作 名词一 名词二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日语的学习当中呢 最先学到的第一个语法 就行 就是相当于我们中文当然说 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呢 我们所说到的这个 这个假名的话呢 它读成了 这个是只有它在作为助词的时候 是一个主格助词 就是说我们刚才的结构是名词一 哇 那么名词一呢 在句子当中就是作为什么 主语或者是主题啊 因为它作为助词的时候呢 是用来提示主语主题的 所以呢 哇前面的内容呢 就是句子当中的主语或者主题 所以再强调一遍 只有作为助词的时候 它是读作哇 如果在单词当中呢 依然是读作哈 这个音啊 然后です的话呢 就相当于我们中文当中的是 所以呢 哇です 它就用来表示的是 什么什么是什么啊 接的是名词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哇です句型的例子啊 比如说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好 那么这个哇です 看到结构了吧 哎 名词一名词二 那李さん呢 是中国人 那这个哇的话呢 它不是是的意思 我们刚才说了 です相当于是是 啊 です相当于是是 然后所以呢 说李さん是中国人 那这个是呢 放在后面 那这个我们 这儿呢 中国人是一个名词 在这里呢 哇です句型 我们还可以称之为呢 判断句啊 哇です句型 可以称之为判断句 或者呢 我们把它叫做名词 谓语句 因为后面的部分呢 在日语当后面 这部分呢 是谓语 而作为这个谓语部分的词呢 词性它是一个名词 所以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 名词谓语句 那或者哇です句型呢 叫做判断句 因为です是是 是不是 是作为一种判断 明白了吧 所以呢 哇です啊 判断句 那么です的话呢 是肯定的表达 所以是判断句的 肯定性是啊 或者呢 叫做名词谓语句 这个这个概念呢 大家做一个了解啊 知道就行了 所以呢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李さん是中国人 哇呢 是提示主语的 它作为一个助词 助词是不具有实际性功能 不具有实际性意义的啊 不是功能啊 是意义 助词是不具有实际性意义的啊 好 继续来看下一个说 私は学生です 同样 这句话意思是说 对 我是学生 我是学生 好 下面说 会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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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说山田是公司职员 那么怎么样连接起来呢 对 山田さんは会社員です 是吧 山田さんは作为主语嘛 后面接一个 是公司职员 所以呢 加上です 山田さんは会社員です 那下面呢 父 大家记得吧 父这个词 是不是指的是 对我爸爸 然后 科長呢 是科长 科长的话呢 是 科 科長 我们刚才学了 社长是 社長 说我爸是科长 就变成 父は 对 一起来说 父は 科長です 对吧 好 下面呢 是妈妈 我妈 我妈呢 读做 哈哈 是吧 好 所以 哈哈は 先生 です 母は 先生 です はい 好的 好 然后 上面呢 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句子 说我不是中国人 我爸不是科长 我妈不是老师 那时候变成否定的说法了 那么否定说法的时候呢 我们把です 变成 ではありません 那么ではありません 的话呢 就是です 的否定形式 所以呢 什么什么 は 什么什么 ではありません 就表示 什么什么 不是 什么什么 同样呢 は是作为一个主格助词 这个跟刚才我们讲的是一样 ではありません 是です 的否定形式 就相当于我们中文当中的说 不是 好 那所以呢 这样的 はではありません 句型呢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判断句的否定形式 好 下面我们先来读一下 这一部分 你看 这个地方呢 同样是写作哈 但读的时候 要读作は 读作は 所以连起来是 では では ではあり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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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否定 不是 好 那下面我们看例子说 森さんは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 森さんは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 意思呢 看到不 对 说森さん不是学生 不是学生 ではありません 但是否定 好 然后下面呢 私は留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 对 我不是留学生 留学生 好 下面 森さんは会社員ではありません 森さんは会社員ではありません 对 さん不是公司职员 所以呢 是就是です 不是 就是ではありません 好 下面我们来看练习 那么刚才我们说 山田是公司职员 那么这个时候就说 山田さんは会社員は会社員です 那我说山田さん不是公司职员呢 山田さんは はい 后面呢 再说会社員ではありません 是吧 会社員です 就是是 会社員ではありません 好 下面 小野是科长 小野不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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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下面呢 说 那个人是太郎 あの人は太郎 あの人は太郎さんです 那个人不是太郎 あの人は太郎さんではありません 明白了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 大家跟着一块来说啊 就是可能刚开始有点不太习惯啊 然后这个跟着来说 慢慢的就能够说通顺了啊 はい 次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我要说 那个人是太郎吗 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人是太郎 あの人は太郎さんです 那个人不是太郎 あの人は太郎さんではありません 那我想问你 那个人是太郎吗 就变成了疑问句 那么疑问句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 名字は名字はですか 好 看这儿 这个呢 我们加了一个か 这个我们后面呢 加了一个か 那么这个か的话呢 它是作为一个疑问中注词 那其实中注词 就是指放在句末的 明白了吧 作为疑问中注词呢 它是用来表示疑问的 那表示疑问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中文当中的 什么什么吗 哎 这个地方我还加了一个问号 因为在日语当中呢 这个疑问句呢 通常是句号 那也有问号 在日语当中呢 标点符号比较简单 一般就是顿号 句号 问号呢 有 但是比较少用 一般呢 省略疑问句的时候会有问号 省略疑问句的时候会有问号 或者书面上要来体现 它是一个简体的疑问句 简体疑问句 为了体现它是疑问句的时候呢 我们在书面写的时候会写一个问号 然后所以呢 在平时如果出现了咖的时候 它已经表示的是疑问了 那后面一般是句号来体现 句号来结句的 好 所以呢 咖呢 就相当于我们中文当中的什么什么妈 啊 问号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什么什么 wa 什么什么desか 这样的句子的话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一般疑问句 wa desか 是一般疑问句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 wa des 是什么 是什么 后面加一咖 什么什么 是 什么什么妈 啊 这个一般疑问句 好 那么关于一般疑问句的话呢 我问你了 你需要回答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来回答呢 我们先来看 如果是肯定回答的话 那么我们要先给予肯定的回应 这个时候要先说 嗨 看到了没有啊 要先说 嗨 然后那么比如说 大家想一下中文当中 那个人是太郎吗 嗯 那个人是太郎 那么是不是把 あの人は太郎さんです 是不是重复一下 那我们中文当中还会讲 那个人是太郎吗 嗯 是太郎 是不是把那个人省略掉了 那就回答说 嗨 太郎さんです 好 那么我们有时候也会说 那个人是太郎吗 嗯 是的 对 是不是没有重复原来的句子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说 嗨 我给你刚才那个例子啊 あの人は太郎さんですか 那个人是太郎吗 不 那个人不是太郎 那么说一个否定句 是否说了一个否定句 或者呢 你看中文当中说 不 不是太郎 把那个人省略掉 或者说不 不是的 那不重复原来的句子 那就说 看到这了吗 期间的说 就是不对 就是不对 明白了吧 所以呢 肯定回答 否定回答 这样的一个方式 先给予肯定回应 嗨 否定回应 以 后面的说法呢 就比较灵活了 大家自己来这个 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 或者说当时的情况来决定 还有一种情况 那个人是太郎吗 不知道呀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呢 你就会说 すみません わかり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就是说 哎呀 不好意思 是不是啊 わかりません呢 只不知道 这个咱们在单词上 已经学过了 是不是 好 咱们连起来读一下啊 すみません わかり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わかりません 好的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 一般语问句 它的一个回答方式啊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好 这个读音其实有两种啊 你可以读 也可以读 因为我们刚才解释过 中文当中的话 姓林的叫 或者说 日语当时 说 是日本人吗 好 如果说是 Hayashi-sanは日本人です Hayashi-san是日本人吗 是 Hayashi-san 是日本人 是不是说一个什么 是什么 はです 来表达 好 还有一种 Hayashi-san是日本人吗 是 是日本人 是不是把中文 把这个主语的 Hayashi-san省略掉了 所以呢 说 Hayashi-san 日本人です 还有一种 Hayashi-san是日本人吗 嗯 是的 那直接回答 Hay そうです 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肯定回答的时候 先说Hay 那么后面的 Hay后面说什么 这个大家您回来对待 没办法了吧 好 次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说 Yoshi-sanは大学の教授ですか Yoshi-sanは大学の教授ですか 教授 是不是教授 对吧 教授是教授 Yoshi-san是大学的教授吗 对不对 Yoshi-san是大学的教授吗 这个No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会仔细再给大家讲一下 那这个其实的话呢 我们很多同学对于这个No呢 都知道它是不是翻译为 得或者知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具体的用法 我们一会儿仔细来讲 在这里呢 就根据我们的理解 暂且把它翻译成 吉田是大学的教授吗 那么这个是 Wadeska的一般疑问句 然后呢 下面给予否定回答 所以呢 先说了 Yoshi-sanは大学の教授ではありません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句子呢 完全说成了一个否定句 是吧 Waではありません 下面说 Yoshi-sanは大学の教授ではありません 是吧 没有重复主语 Yoshi-san 在下面一个回答说 Yoshi-sanは大学の教授ではありません 好 次は練習しましょう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那我问你 山田是公司职员吗 来先问一下 怎么问 Yamada-sanは会社員ですか 对吧 那么这个写的ka 就是在读的时候 大家注意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 这个ka的这个音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ka的这个音 你ですか ですか 不能这个说ですか 这样的说法没有 模仿日本人的说法 ですか 好 说Yamada-sanは会社員ですか 好 那如果回答说是 怎么讲 对 はい そうです 或者说 はい 会社員です 好 2番 Taro-san 学生 学生 好 现在一起来说 太郎是学生吗 Taro-sanは 学生ですか 对吧 好 回答说 不是 对 家 違います 可以 还可以说什么 家 学生 ではありません 对 说一个否定句 好 次 3番 第3个 Hayashi-san Hayashi-san Ten-in-san Ten-in-san 好 说Hayashi-san是 店员吗 那么这个呢 就是店员 后面加了一个san 就是对这一类 类人的这个称呼 然后呢 或者呢 你也可以不要这个san 直接说 Hayashi-san は店員ですか Hayashi-san は店員ですか 然后说 他是一个 一般的店员吗 はい そうです 是的 家 違います 不是的 对不对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出现的 关于no 这个助词的用法 好 那名词一 no 名词二 那这个no的话呢 按照咱们以前的理解的话呢 说它是知或者得的意思 但其实实际上呢 no它是作为一个助词 它不具有实际性的意义 它不具有实际性的意义 那么助词的话呢 大家在记的时候呀 你只要记住它的功能 就是它是干什么用的 就可以了 助词部分呢 大家只要记住它的功能 它是干什么用的 就OK了 意思的话呢 我们在说中文的时候啊 就是给它加上 让句子通顺就行 那么名词一の名词二的话呢 它可以用来表示 名词一是名词二 从属的机构 或者国家 或者是属性啊 前项的名词一是名词二 从属的国家机构属性啊 好 那么比如说 JC企画の社員 JC企画の社員 JC策划公司的职员 是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职员 它所属的公司 所属的机构呢 是JC策划 那么所以的话呢 中间用no来连接 好 次 中国の企業 企業是企业 中国の企業 那么这个呢 指的是什么 这个企业所属的国家 对不对 好 在下面 日本語の先生 日语的老师 日语老师 这个时候呢 中间加了一个no 明白了没 所以的话呢 当前项名词是后项名词的 从属的国家机构属性的时候呢 我们中间可以用一个no 那其实的话呢 用最简单的 我们按照中文的的的这个方式 去理解的话呢 很多情况下 大家都能够把这个no用对啊 大部分情况下都能用对 好 那么我们本课的语法部分的话呢 不多啊 就是重点的句型呢 大家就记住 what this相关的 重复一下 我们今天讲了what this相关的句型呢 是三个 第一个呢 是what this 然后表示一般的什么 这个什么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肯定的叙述 然后如果变成否定的话呢 就变成了 对 what ではありません 那大家灵活来用 ではありません 就是des的什么 否定的说法 那这个 whatではありません 和whatです 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 判断句 判断句 或者说名词位语句 如果是des呢 就是判断句的肯定 而 ではありません 就是判断句的否定说法 还有呢 whatですか 后面加了一个疑问中处字 ka的时候呢 它就表示什么 疑问句 一般疑问句 一般疑问句 回答的时候 先说 はい 或者先说 いいえ 好 这是我们本课当中 语法的这个 关键所在 大家只要学会了这个 就行了 はい 今日はこれで終わりました 疲れ様でした 今天语法部分 我们讲到这 辛苦了